如果這樣打開是讓鐵修的警察很不滿 太陽火學問的時候 警察進他們的執政來組織抗議的民眾 將一臂在喚儀跟行政儀 結果 台北地方喚儀 所以打警察大埔111萬 這是他們去到警戒的大部門 就在那裡 中華民國鐵警總會 就一萬塊的民眾 請說 要跟太陽火學問一樣 來霸佔到行政儀 警方出動到將近五百的經歷 家庭保守 抓牌子來看得到 不然是好兵收拾 太陽火學問 請進立法院 行政儀 當時的環境為了維持得出 將他們關照 因為這樣給台灣電話 他打倍111萬 這個打完他們去警戒的部門 警察是國家的警察 不是蔡英文的警察 中華民國鐵警總會就幾萬人去控制 放著說 要跟太陽火學問一樣 百責 行政儀 行政儀的外面用三元的 圓刷網子圍住了 就是怕參加控制 外東民眾情勢收集黨 做出無理性行為 台北市的警方 發出將近五百名的經歷 輔助現定的維安 這點一回遊行 雖然有申請 不過不準 警方確保要看得到 也加強保守 跟台北市的貴重 在鐵警總會長 經家文 交電營資料 順利結束 也選擇原地改善 不過警方博有說 控制民眾要保持冷靜 不能用極烈的方式 標達訴求 不然可能就相夠的緩緩 死亡的確認 一起用 在天啊 在天啊 有些人 是 感谢观看